大家好 大家好 真是很久沒見 我終於都頭頭了 相隔四個月沒有出片 真是不好意思 原因我已經在這條片分享過 所以我就不在這裏重複那麼多了 潛藏稅一段時間 都是要和大家說一聲 對不起 好了 話說2024年 是Ultramar Leo這部特色電視劇的50周年 恭喜由一位Ultramar 賣入半個世紀了 話雖如此 但未必有些年輕的Ultrafest 可能只是知道 Ultramar Leo是一位善意運用宇宙拳法進行戰鬥的格鬥達人 又或者大家只知道他是Ultramar Zero的師父 但對於1974年的Ultramar Leo所活躍的一點點滴滴 未必不太了解 於是本期節目我們就簡單用來談談 10個你可能不知道的Ultramar Leo的小秘密 By the way 本期節目主要是要探討Ultramar Leo這個character的時跡 而非Ultramar Leo這部特色電視劇中的日史或花絮 所以例如MAC全面 皮套演員秘密換人事件 主題曲更換的黑歷史等等 不在我們本期節目要談的題目中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Ultramar Leo這部特色電視劇的 製作花絮和背後的故事 接下來這句話我應該很久都沒說了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雖然我們經常都能夠看到 Leo出現在M78聲明的光之角中 但實際上Leo並非是光之角的Ultramar 他真正的故鄉是一個叫做獅子座的L77星球 後來遭受到MAC全軍團的襲擊 毀滅了整個L77星球 Leo的父母和同胞 什麼都在這個災難中身亡 而自己的親弟 Astral也都下龍不尾 Astral 最終就只有自己行傳下來 後來在宇宙流浪了幾年去 他得知MAC全軍帶著孖生怪獸去襲擊地球之士 就趕到地球去救家 由於無家可歸的Leo在地球上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 慢慢適應了這裡的生活 也愛上了這個星球 最終就將地球認定為他的第二故鄉 雖然在後期也出現了不少不是來自光之角的Ultramar 但放在當時的Ultramar特色電視劇中 Leo是首位被失為非來自光之角的Ultramar 提到Ultramar的戰鬥時間 一般上我們的認知就是 通常Ultramar只能在地球上活躍3分鐘 雖然這個設定放在今時今日的Ultramar系列作 就真是一個設定 很多時候Ultramar的戰鬥 可以說是從日後打到旁晚 早就已經超過3分鐘的限制了 但在很多人的認知中 Ultramar的活躍時間真的只有3分鐘 不過Leo在地球上活躍的時間 只有2分40秒 Ultramar是在地球上2分40秒的生命 Color timer 開始了 甚至到了劇集後期 更將活躍時間縮短到2分鐘30秒 這是因為最初劇組將這位出生在L737星球的Leo 設為非戰時的緣故 所以無論是戰鬥力還是體力上 都不及得是光之角受過嚴格訓練的Ultramar 戰鬥時間自不而不會像作為戰士的Ultra Q第一那樣長 當然 他在團隊的角度 為何Leo不嚴重 3分鐘的設定是因為Leo是首位跳脫光之角的 世界觀設定被打走出來的Ultramar 無意成為Showa Ultramar系列作中 戰敗次數最多的Ultramar 為何Leo的戰鬥力在劇集中會變得很弱 雞的 這就要延續上一個項目的講解 由於最初Leo的設定並非是戰士 因此它是一個極度不擅長戰鬥的新丁戰士 導致劇集的前期頻頻戰敗 在全數的51集中就有超過五分之一的時間 是慘敗收場 劇組之所以會這樣設定 是因為他們的希望能夠被觀眾看到Leo一步一步變強 所以一開始就先被Leo打輸 然後再接受7-7角色各樣的嚴格特分 最終學懂了新的技能之後 再破解敵人的招數 將他們砌下這樣的形式來展現給暗幕前的觀眾 而Leo的實力亦是通過整部電視劇的時間 越變越強 最終就成為了一位優秀的Ultraman 話雖如此 但有些特分就真是非一般的嚴格 例如第六集 Monobochitain就拿著劫產 向Odori Ken的方向進行特分 這一幕都是堪稱經典 除了這一幕 Odori Ken在作品的前期 一直受到Monobochitain相當嚴慌的特分 導致在拍攝方面已經變得相當苛刻 導致當時飾演Odori Ken的演員 Monobochitain身心疲懼 好幾次露海中都閃出要遲演的念頭 說到Leo的變身姿勢 相信很多觀眾都知道 Odori Ken在變成Leo之前 需要做一個發動姿勢 首先是雙手交叉 再慢慢打開並將雙手伸直 然後急速回收 由手快速向前伸 再快速回收 並踏在左手的前臂 左手再擺出出拳的姿勢 整個姿勢一氣呵成 但在左手無名字的Shishino Hitomi 也即是現在俗稱的Leo Ring 就會發出光芒 Leo就會在一片藍色火海的光之旋風中飛出來 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看似一連串營爆的變身姿勢 其實一開始是不存在的 最初Odori Ken在變成Leo的時候 所發動的姿勢是先跳起再舉起雙手 這個姿勢就像當年那個Hiteki 舉起雙手變身成為Ultraman Jack一樣 但基於當時是受到Carmen Rider的影響 社會出現了變身熱潮 但由於Leo的變身姿勢實實太無特色了 自不然就會少減了對小朋友模仿的機會 這樣一來收視率多多少少都會受到影響 於是劇組覺得Leo應該都要像Carmen Rider或前作Rutraman Taro一樣 主角在變身前必須要有一個一連串的變身動作 又或者看起來會有一氣呵成的變身姿勢 於是團隊和演員一起研究 決定將空手道的動作融入在變身姿勢中 再加上拍攝的過程中 演員Mana Zilio的反覆練習和動作上的演變 最終就形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變身姿勢 Leo有個孖生弟弟 他就是Astral 初登場於Ultraman Leo第22集 由於L77星球遭到毀滅之前 他被Magma Sajun露袖了並囚禁在Magma星球裡面 時不時遭到羊打受盡折磨 後來趁Magma Sajun露袖的時候 靜悄悄地逃離了Magma星球 再被宇宙警備隊救走並進行緊急手續 補回條命 導致Astral的樣子跟Leo有點不一樣 另外Astral的名字由來也相當有意思 最初官方為了要拯救Ultraman Leo的修士率的時候 從而設計出一個新的Ultraman 但由於不知要放什麼名字 於是當時扮了一個 掙扎角色名字的單元 觀眾也紛紛參與投稿 最終官方選擇了有神星女神 Astralia這個投稿名字為藍本 再將Astralia這兩個日本單字 拼抽成Astralia這個磁媒 但口合的是 在拉丁文中Astralia也有星星星座 天體的意思 亦是Astralia的複數詞 於是新角色Astralia就此誕生 By the way Astralia並沒有Ultraman的稱呼 雖然他在後期亦被列為UltraQorda一員 同時成為Ultraman King的貼身護衛 但他始終沒有被冠上Ultraman的銜頭 這不是因為他沒有資格成為Ultraman 而是在超和時代 只有作為主角角才被冠上Ultraman這個銜頭 如此不成為的設定不單是Ultraman 就連當時的Karmelan也受到影響 對於這一點 我曾經在這條影片中解釋過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事後觀賞 而不是如此 Ryo和Astralia 亦都成為了歷怪Ultraman系列 作中首位登場的兄弟黨 雖然當時亦是有著UltraQorda的概念 實際上六兄弟並沒有血緣關係 只是Aia兄弟的概念 而RyoQorda可以說是有血緣關係 是唯一親兄弟的設定 當然這裏要撇除漫畫和雜誌上的設定 至少在官方的設定中 RyoQorda成為了整個系列作中 唯一的親生兄弟組合 直到44年 也就是Ultraman的誕生 這個紀錄才被打破 不要看Ryo一副硬汗的英知人 實際上它還未成為暫時之前 在L77星球下有釀育著一個小寵物 Roon 後來L77星球被Magma塞住毀滅 失去故鄉的Roon只可在宇宙中流浪 為了生存 它吸收了大量的宇宙能量 導致驅體變得相當巨大 原本溫存的性格亦都逐漸變得越來越空殘 後來Roon就隨自巨大露星 來到地球 並潛入地底吸收火山地帶的熱能量 作為食物來源之餘 亦都借這一股能量來強化自己的能力 原本Lio是打算勸Roon離開地球 可惜經過漫長的宇宙流浪 導致Roon已經忘記了 去幫Lio的主寵情義和關係襲擊它 最終被Lio的實力所制伏 而喪失戰意 不忍心殺害Roon的Lio 就使用縮小光線將Roon陣陣下來 讓它恢復原來的形態 再將它送回宇宙的某一個星球安頓 最初設計師將這一頭流浪怪獸 Roon設為烈煞破壞農場農作物 類似宴鼠而被L77星人所信復的一種生物 原本在劇集中 Roon再次被Lio信復後 放到地球的地底 讓它對付一些有寒細菌 可惜這個計劃最終淪為廢案 只留下流浪怪獸Roon被Lio縮世後帶走的設定 從此以後 Lio再沒有跟Lio見過面了 我以為搞裝備是Ultra New Generation Heroes的專利 其實在超和時代的Ultraman系列作 亦有不少Ultraman是持有特殊裝備或武器 Lio亦不禮我 它的左右手同時背戴著Lio Blast Raider 能夠通過Lio本身的念力能量 從而變出它所需要的道具來作戰 這一點與Jaku的Ultra Blast Raider較為相似 不同的是它利用Lio Blast Raider所發出的Lio Spark的威力 就沒有Jaku的Ultra Spark離得更強 因為設定上它的念力並沒有Jaku的念力離得更強 除此以外Lio Blast Raider亦能夠變出一些道具 例如變出針筒來抽出蝙蝠怪獸不防的血清 除了Lio Blast Raider Lio還有另外一樣道具 就是從Ultraman King那裡因似的萬能裝備 Ultraman Tor 這個披風擁有出色的防禦力 能無厚化一切的能量攻擊 光線攻擊等 而Lio也可以拿著它來變成不同的道具 例如用來反彈怪獸人 Pressure的念力攻擊和火炎攻擊的Lio Blast Raider 用來脫離鬼女 Mazara十二次現世界的 Ultraman Tor Mira等這些好使好用的寶物 但每逢要使用這些特殊裝備的時候 都需要連力來啟動 而使用力力是會相當舒服 Lio一定程度的體力 加上當時Lio的體能 比其他Ultra Q弟來得低 導致它很少會使用 無論是Lio Blast Raider 或是Ultra Mando等這些特殊裝備 做錯周知 作為Ultra 7的兒子 Ultra Man Zero在年輕時 因爲貪裂力量而差的駐性大錯 於是7將它交給昔日培養出來的弟子 Lio 幫忙管教它 訓練它 於是Lio Q弟 將Zero帶到K76星球上 進行嚴厲的修行 除了要訓練它成為獨當一面的戰士之餘 亦培養出它強大的耐心 以分辨善與惡 因爲Zero是Lio最自豪的入室第四 這個說法一點都不過分 但其實在Lio收Zero為徒之前 亦都訓練過另外一位年輕的Ultra Man 而這位Ultra Man就是 話說當年作為宇宙警備隊的新秀 Ultra Man Mavius 被Ultra Nocichi派遣到地球守護地球人 在一次的戰鬥中被Reflector Seiji所擊敗 看不過眼的Lio就跳出來公然跳Mavius機之餘 亦都想知道這位新秀的神力去到哪裡 可惜Mavius也在比試中輸了給他 於是Lio就化身為Otory Camp 並用當年摩托波書單訓練自己的方法 訓練Kimino Mirai 經過一番啟發和特訓 Mavius終於練成了新的必殺技 和Lio一起發動獨有的非鐵技能 消滅了Reflector Seiji 最後Otory Camp也放心 將這個視為第二故鄉的地球 托扶以Hibiro Mirai之後 就離開了地球 所以不要再說Lio的徒弟就只有得Jero Mavius也短暫地成為Lio的徒弟 進行嚴殼的修行 雖然說Lio主要是以格鬥 體術的形式和敵人戰鬥 而且主要的技能都是格鬥技能 就算修行所連回來的幾乎都是格鬥招式 但這個並不代表他不會使用光線技能 只是因為最初的Lio本身不是戰鬥型的Ultraman 因此體力不及得Ultra Kiodai 連在地球活躍的時間都不超過三分鐘 因此他不會隨隨便便使用光線技能 畢竟非戰時的他 光線技能的種類也不像Ultra Kiodai 而即是1973年7月10日是李小龍先生的死記 沒多久他生前的電影《龍爭虎斗》就在日本上映 造成當時的日本催起了一股功夫狂潮 從而影響了製作團隊 他們零光一閃 希望能夠打造出史上首國不用光線的Ultra Kiodai 這個也是為什麼 Lio最初登場的時候是沒有使用任何光線技能 但在劇集播放期間 由於Ultra Kiodai不使用光線技能的設定 得不到小朋友的歡心 甚至也有些觀眾寫信給電視台 要求Lio應該要有光線技能的設定 由於收視率下降導致TBS向製作團隊施壓 他們才不得不為Lio最佳光線技能 於是在第八集就有到這一幕了 這個也是Lio首次使用的光線技能 Energy Ball 而且這一招也是Lio在整部作品中 使用得最多的光線技能 但團隊仍然希望Lio仍然以格鬥技能為主 光線技能不是非必要的話 都不會安排他使用 這個也是為什麼Lio的光線技能 和發動次數這麼小的原因 Lio也有一個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武器 那個就是Lio Nunchaku 雖然在整部作品中只登場過100個大把 就是在Ultraman Lio第十一集 當時Lio對戰怪異宇宙人 Tetro Sajun的時候 為了要抵擋對手的長矛攻擊 而將工場的演唱通過Lio Blasled能量的變化 從而變形成具有攻擊性的雙接棍 但可惜這個臨時利用Lio Blasled能量 所變化出來的Lio Nunchaku 最終都是敵不過Tetro Sajun 所使用宇宙合金制成的長矛 話雖如此 但Lio Nunchaku仍然成為了Lio象徵式格鬥達人身份的武器 這個武器誕生的契機 是基於當時李小龍先生的高人氣 從而在日本國內掀起了一股功夫熱潮 而團隊亦受到李小龍相的蒙爭虎鬥的影響 寧剛一時為Lio追加了雙接棍作為武器的踏法奇想 於是臨時修改劇本 讓Lio將工場的演唱變成雙接棍來使用 而飾演Lio的皮套演員 尼卡莫多·Tatsumi-san在一次採訪中有說到 他是當日才得知這件事 而在現場受到武器的職場教學 才學會如何使用雙接棍的方法 幸好他本身吃過椰竹 Best Y很快就上手 另外Ultrama Lio其實是有三個皮套的設計 而且什麼都做出來了 甚至也有上個雜誌和出現在劇集中 但為什麼最終劇組選擇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版本呢 關於這點我將會放在9位的會員轉區中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點擊影片下下的訂閱按鈕 旁邊的按鈕成為本頻道的雷神君 這樣你就能夠看到這條未公開片段之語 順便支持下我的創作 謝謝大家 以上就是10個你可能不知道的Ultraman Lio的小秘密 希望通過本期節目能夠讓你更加了解到 關於Lio是怎樣的Ultraman 可能當中也有關於Lio這個角色的一些小秘密 或者是趣事 我是沒有提及到的話 也都歡迎你在影片下下留下你的Mesh 和我分享你對Lio這個角色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感想 另外我也開通到會員制度 只要加入雷神君 就能夠看到這個頻道的所有未公開片段 不是的話 也可以通過Superdex打唱的方式 來支持我的創作 一切量力而為就好 Anyway在這裡再次多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最後如果你是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的話 不妨like and share 臨久之前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下旁邊的鈴鐺 因為這個頻道是用來分享日本特色和其他題材 而這個頻道就是 Gunai Shun